首次上稿 12点14分更新时间 16点28分 记者王俊奇花莲报道 花莲县浊西湘南安瀑布一头一丝 与母熊走失的四个月大台湾黑熊宝宝 自13日被发现后 迟迟等不到熊妈妈到来 林务局24日发现熊仔活动力下降 体重变轻 还伴随拉肚子 经专家学者研议 决定将小熊则的短期照养 在完成野化训练后送回南安野放 疑似失忽的南安幼熊 体长约66公分 体重4.4公斤 因体重不断下降 加上活动力减弱 不明原因拉肚子等 健康状况让照护团队相当堪忧 在平东科技大学野保所所长黄美秀的团队协助下 24日紧急捕捉 25日启动健检并抽血 27日检查结果出炉 确认它有中致重度贫血与发炎状况 需要人为照护 花莲邻居管理处长杨瑞分指出 落单小熊的紧急处理 是国内首例 29日邀请国内野生动物专家学者召开咨询会议 讨论小熊的健康与后续处理原则 与会者多认为首要需维持小熊健康 他说 考量幼龄黑熊几乎无法单独于野外存活 令评估母熊接回小熊的可能性一低 决定责的让小熊接受短期人工照样后 为时专用熊饲料补充营养 再也放回归自然 目前仍会在南安瀑布附近山区 放置小熊的粪便与播放叫声 并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 观察母熊是否出现 因此南安瀑布布道将持续封闭 针对南安小熊状况 黄美秀也在脸书写道 在熊界,母熊和小熊的连结是非常强的 这多少和幼熊凿产有关 以台湾黑熊来说 7、80公斤的母熊生产的出生小熊 只有300公克不到 不到人类婴儿比例的十分之一 因此 母熊育幼妻长达一年 亲子关系十分紧密 母熊要把小熊弄丢还真是不容易呀 他认为,幼熊失酷的可能原因 包括母熊受到严重的环境干扰 而不得不遗弃小熊 但也不排除母熊遭受不测 因此,宾威黑熊族群的复苏 除了有赖完整的生态期的提供之外 还需要有知道如何与熊相处的好邻居 也就是人,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包括狩猎 献缺无痕山林的游气行为等